为什么 就算你恨方志勇 可你为什么要害我呢 我现在背负着 出卖公司的罪名 我在方元根本待不下去 也没有其他的公司想要我 我不像你和方志勇 没了工作我会饿死的 那你可以来大晟啊 什么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大晟的门永远为你闪开 我可以保护你 我会比方志勇做得更好 不可能 既然你敢做不敢当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等一下 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 如果你如实回答我 你想知道的 我也会告诉你 十三年前 我在青山遇到的那个女孩 现在是不是在我面前 前面就是派出所了 你自己进去找警察叔叔 告诉他们你迷路了 要找爸爸妈妈 记住了吗 嗯 快去 你不会来认错 太了解你不敢是说 是谁把你送过来了呀 有哥哥 怎么不见了 刚才还在这儿呢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许一仁 我 不说过暖心的时刻 我爱过光云的交错 是我 你来了温柔了几头 为什么骗我 你经过铺了火 我 只好 算了 不管因为什么 我都谢谢你 还好那个人是你 此刻到底 仍不能再等一下 别急着说风起 都是忘语 那现在轮到你了 李承 到底是不是 是我 是我买通了嘉业的谢东仁 让他参与竞标 然后再找人 从你的电脑中 把其他三家的报价 发给嘉业 嘉业的目的 不是为了中标 只是为了搞仇 方知友的名声 那为什么选我 因为只有你 才会让方知友 义无反顾地相信 不顾一切地维护 他想保护你 就救不了方元 你想说我很卑鄙是吗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不在乎 只要我想到 哪怕有一瞬间 方知友是疼痛的 我就都不在乎 你这样做真的会 快乐吗 方知友会疼 可是你也一样会疼啊 别说得好像 很了解我似的 我也许不了解你 可是我了解我自己啊 我说过我们两个很像 不管怎么样 都谢谢你能告诉我真相 最后一个问题 是谁用我的电脑 发的那封邮件 如果我告诉你 我会疼痛 你是不是最想用这个街发的 你说的对 我们很像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要干嘛 放弃吧 你帮不了方志勇